男人只是顺手丢出手中烟头 地上青草貌似害羞迅速躲开 这种情况让他非常震惊 急忙用手捡起烟头查看情况 觉得不对劲立马拿来锄头开挖 发现像黄色的土根本不是土 手感摸起来像是橡皮泥 为了搞清楚这其中的情况 男人急忙喊来亮气稀释 开始在院子里不停挖要挖 可挖了半天除了橡皮泥也只有橡皮泥 就在他们正想回去睡觉之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诡异的滴答声 捞头立马爬上楼梯闪现到屋顶查看 并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相同的别墅 天空的云朵也一栋不动 眼前一幕让他陷入了绝望 原来就在三五个月前 月薪两毛八的捞头突然想买房 随后他马上闪现到售楼部询问 得知此时房价已经暴跌到谷底 只需要三五万一平米而已 捞头当即表示预定一栋别墅 随后强哥就带他们去查看房源 可诡异的是小区内空无一人 并且所有的别墅都一毛一样 但在强哥简单的介绍之下 夫妻俩还是当即全款买下一栋 只见别墅里面装修非常豪华 不但免费送了一瓶老白肝 物业费也不用交一毛钱 就在两人还澄清在喜悦当中时 突然发现强哥不见了踪影 而他开来的汽车还在原地 眼看天色已经不早 两人决定找间大排档吃宵夜 可开了三五个钟也没开出去 里面就像一座迷宫一样 最终他们又回到了原地 无奈之下只能回到别墅 好在冰箱里还有一些水果 自己可能遇到了黑中间 于是夫妻俩决定离开这里 可他们翻滚一座又一座围栏 走到半路看到有间别墅灯火通明 夫妻俩进去查看才得知 桌子摆放的正是他们吃剩的宵夜 此时两人又回到了原点 而门口却多出了一个纸箱 里面装满了新鲜的食物 看来是有人想将他们困在这里 而小区就像一座庞大的监狱 气急败坏的强哥一把火点燃了别墅 眼看别墅被烧成了渣渣灰 夫妻俩在马路上过了一夜 醒来后看到身旁多出一个纸箱 打开来发现是一坨婴儿 上面写着把孩子养大便可离开 而原本被大火烧成渣渣的别墅 此时又完好无损出现在眼前 看来他们已经彻底回不去了 将被套牢在这栋刚买的别墅里